今晚丹秋风在中日孙以过程大街里大街白河面帖 因为顶面的浪漏白水流进去国有的便宝医药 则行投资会水的河水流进去面帖 则行民众很大危险和困窍 因为民众心情失利动头穷的危机 是苏林帮下欧白面 今晚任为荣誉会追报教 跟国有在三宿相关单位一直拖 甚至要民众自己开心 所以这些向市场称兵 要求贺贵来年进展尽速设作外省 工作的人还是叫帝主 比较适用的人要自己开心去做这种档头穹 那么我想这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毕竟这些土地 这些土地也不是人数人的 是我们政府的 那么政府我们公共机关的土地 政府的土地帮他人的出来 我希望我们一定有结局 自己做得好 不要去封埃就人的处理 那基本上呢 这个部分呢 有关他的一个八十米的一个 富岸的 三十米 三十米的一个富岸的部分 现在那个共产署已经愿意去提送 相关资料给水保局 那水保局呢 也愿意来协助这个部分的一个 富岸的一个 的一个失色 那当然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大概就是说 他的一个边坡上的一个 的一个 种植的农作物的部分 那那个水保局也是希望说 那这个部分呢 希望那个地主 能在这个有关上面 种植的农作物 能做一些检验的清理 不要避免说我们工程施工中 对他造成的一个损坏 会中议员但就和马关系 马到国中跟蝎雅文社 运动共产的报道经验 要求高校尽数新杂 进出中佣各位经费 另外今年因为 官邸区的任何开会 所良不好 也要求企户 进出补助 尤其背料 比较习造农兵改善 生产环境 更追击 我们的新闻 顾问及刘品妍 蔡宏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